我想這個嚴厲夢 他如果能夠提供這一個 具體的一個市政 那當然對這個美國的情報部門 特別是FBI來講 甚至說CIA 都是一個有很重要的一個情報價值 那特別是他應該就是一個 被列為重要保護的一個證人 那當然他提供的部分 他們也會進一步去調查跟檢視 不過我們看到先前事實上 川普也對外已經公開說過 這一個其實他們已經掌握 很多不少這個武漢實驗室的一個 壞消息 那表示說這個中間有很多的一個 市政可能有待釐清 但是應該有初步的一個輪廓跟這個證據 那所以我們看到川普到現在為止 已經持續很長的時間 完完全全就把這一次 整個武漢肺炎在全球擴散的一個責任 都指向中國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分三個層次談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到說 到底這個病毒是不是武漢實驗室 人工合成 那這當然現在各界 國際很多不同的科學家 事後也陸陸續續 是有不同的一個市政跟指控出來 那這個部分如果就 還沒有釐清的情況之下 第二個部分我覺得是非常明確的 縱然它不是人工的部分 但是因為武漢實驗室 這個對它的保管出現問題 出現漏洞 那不慎也好 或者是一個意外外洩也好 這個都證明武漢實驗室 絕對還是有它的一個責任 那第三個部分 當然就是涉及北京 甚至是中國的地方政府 比如說武漢的當地的市政府 在這個病毒外洩擴散過程中 又沒有處理得當 還有包含像中國的這個衛生體系 為什麼那時候在第一時間 這個部分連中國自己已經承認 對於這個病毒樣本的銷毀 那時候他們是以安全顧慮為由 但是這一個部分 坐實了外界對它的一個質疑 所以整體上最明確的來講 我們從結果來說 現在擴散到全球已經將近應該是有三千萬人 有染疫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對全球造成了多大的一個傷害 從結果來說 中國在源頭的部分 第一個實驗室沒有管控好 第二個就像川普指控的 他還刻意把它散播到全球 那這一個責任它是完全完全跑不掉的 所以這更源頭的部分 到底它是不是人工合成 事實上我覺得如果有市政是最好 如果沒有的話 事實上也不影響它事後的這些責任 所以這一個未來我相信 國際社會對於中國 這一個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清楚交代 那特別還透過這個對外的一些 比如說軍事動作 再轉移國際對它 中國這一個舊責的一個壓力 那反而這一個擴大了它 可能這一個自己心虛 然後這個坐實了它這個一開始 可能存在某種陰謀的一個動機 那特別是這樣的一個病毒向外擴散 事實上它的一個策略已經跟 如果它今天是打一場生物戰 這模式其實是跟結果其實是已經相近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就認為說北京還是要對國際有所交代 那接下來我相信包含先前五眼聯盟 也有這個澳洲媒體曝光 他們有一個15頁的這一個 秘密的備忘錄裡頭 事實上都把這些已經有交代清楚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看北京到底 願不願意來這個公開來面對 它的在這個武漢肺炎上面 對全球擴散的一個責任 但是我個人是評估它還是會持續 這樣用一個其他的方式去轉移焦點 那把這一筆爛贊賴著不對外公開 那讓全球繼續在這個武漢肺炎的 這個肆虐之中 這個整個造成一些混亂 然後它再從中謀取它的一個 國際上的一個戰略利益 所以中方前一陣子在說這個病毒 可能是從這個一個運勢 調到這個武漢然後傳出來 那其實我們知道這個澳洲方面 現在它的病毒調查其實還沒有出來 就是它還在持續調查 那中共也在持續的施壓它 所以看起來你覺得說 其實五眼聯盟可能以美國為首的 他們其實對於病毒的相關的責任 跟它的來源 到底怎麼來的那個過程 還是一直保留著 還是在持續的看 不是說已經下了一個定論說 就一定非人造 我覺得他們當然還是有持續在蒐證 那當然要看這個罪證是不是確鑿 那只是說現在看起來 中國的這個模糊跟轉移焦點的策略 已經成功 因為它已經把本來這個全球 究責的這一個這一個箭頭 完完全全的往外轉向 然後又藉由軍事手段 你看在這一個台海 在南海 在中英邊界 開始引爆這種所謂的 引發所謂的軍事衝突 讓大家國際上的一個新聞焦點 都已經不是鎖定在所謂 武漢肺炎的病毒到底是人工合成 或者是它的責任歸咎 到底在哪個層級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認為說 事實上也不影響這樣的一個調查結果了 因為後頭的一個 它這個引發的一個國際爭端 事實上可能對整個國際情勢的一個威脅 恐怕更大 哈囉各位觀眾 感謝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記得按讚 並且訂閱我們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並且要記得要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按下去之後 會定期的接收到我們最新節目的通知 那麼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話 也歡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區 留言來和我們交換意見 新聞大破解的節目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九點半會定期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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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